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尊重上帝的意志 时刻准备着 为东运的公司的最高利益 而应用的战斗 回去看看 姐姐 我们让洋人发现了 你们是谁 在这干什么 我们在采药啊 采药 什么药 干什么的 别乱动 掏在树上抓鸟呢 抓鸟 什么鸟 对对抓鸟 而且我还掏了鸟的 等一会儿啊 要不要给你们 小心小心 小心啊 小心走会儿 要不要给你们 不要 小姐 你们赶紧走 这里是军事馆之区 快走 走 把东印度公司的备战消息 告诉天龙 让他早做准备 那好吧 走 海盈啊 打击西洋人企业 保护越岗码头的安全 这事关重大 拜托你了 你放心吧 护卫船队自组建一来 还没针刀针枪的 跟谁比较一下 西洋人胆敢挑衅 我正巴不得呢 可是 看到什么没有 真不错 你说 西洋人 一定会对越岗码头动武吗 傲慢惯了的人 最受不了的 就是被冷落 一旦恼羞成怒 必然失去理智 海盈 这一仗 你想赌 都赌不了 那太好了 多年玉器 一吐为快 我等着他们 好啊 海盈 我还要去张将军 阿晴和小鱼那里 如果事情进展顺利 时机成熟的话 咱们就一鼓作气 收复澎湖雨 嗯 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也是 阿邦定国 走吧 是 恭喜啊 谢谢 多谢 多谢各位 多谢 多谢 谢谢 财员工 谢谢 多谢 谢谢 多谢 多谢 谢谢 多谢 多谢 财员工 多谢 玉儿 这是什么人的 还真是假的 你一定是大官 他们来干什么 玉儿 是你请他们来的 他们来干什么呀 我正要问你呢 他们也没什么关系啊 看来他们不把红字号坑到底的话 是不为罢休的 公公请 您慢着点 您慢着点 皇上钦差御前禀彼 东厂主侍太监高松高公公 今临红纪货战开张大集庆典 不斥甘春雨露 何须春风 而等中外商民是三生有幸啊 好 东厂 请礼宾台上就坐 别误了揭幕的吉时啊 好好好 您请 好 公公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吧 这是个好公公啊 诸位 红纪货战开张庆典仪式 现在开始 调整炮口方向 朝北二十度 给我狠狠地打 我狠狠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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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这是怎么回事 按照上次将军雨的经验 这应该是洋人们在向我们表示祝贺 您坐 您坐 现在 现在 好了 快跑 快跑 挺你怕 听这动静可不像是李 快跑 这个 快跑快跑 快跑 我的变货 回 叮嘱过你们多少遍了 越岗马头上这个大举动 不是你洪子豪一家之士 一定要考虑周全周全再周全 怎么 把西洋人给惹翻啦 不是 你看这 这这这 这个屁啊 还不想办法 去把西洋人安抚好 是是是 公公 咱也走吧 走 大明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厉害的火炮 布鲁麦 我不是早警告过你 你不能小看萧天元呐 人争检队的后续船只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到 船长先生 香武雅先生 什么情况 海面这支庞大武装船队 都打着北港商定旗号 他们企图接住我们的后路 北港商定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听我的 快撤 这还对 不行 我已舰队 副司令的身份命令 撤退 我要向公司董事会报告你邻居脱逃 张将军 张将军 弟兄们 时刻做好准备 等待侯爷下最后统碟 张将军 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是啊 是啊 将进攻啊 弟兄们 不要着急 咱们之所以对西洋人的城堡围而不打 就是要等谈判结果 侯爷已去劝向西洋人 争取不动武力 不伤人 那还叫打仗吗 西洋人 会投降吗 是啊 会投降吗 不战而屈人之兵 才是打仗的最高境界 洋人都怕死 他们面对咱们的大炮 不得不乖乖投降的 我们的船只 火炮和兵力 你们都看见了 布勒麦先生 现在 我向你做最后通牒 如果东印度公司 还能遵奉和平通商的宗旨 放弃殖民战力 那么你们 在岛上的所有人员 包括你们的 船只 装备物资 都可以安全地撤退 那样一来 我们双方 在平等忽利原则下 还有正常通商的可能 但如果相反的话 你们 就等着去见上帝 或者成为我们的俘虏 从此不许在这片波头上航行 好吧 侯爵阁下 我们接受您的建议 我们也愿意遵奉和平通商的宗旨 放弃强行占领澎湖 不过 请您允许我们安全吃力 如此甚好 往对线诺言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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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看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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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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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胜利 我们胜利了 张小军 辛苦你了 颜小姐 北港长亭协同冠军 彻底赶跑了西洋人 一举收复了红火雨 这一仗打出一只起 打出了威风 痛快 痛快啊 是啊 张将军指挥水路作战 风有条不稳 干净利落 真是叫人 长了不少见识啊 调虫小记不知一提 今天这一仗从头至尾 都是海岸侯亲自安排部署的 那才叫运筹为我 决胜前里的大智慧 大气魄呢 你别老夸他了 小姐 你害什么羞啊 人家 又不是夸你谁 欢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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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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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欢迎啊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次光临巴达维亚 我们全体同乡 荣幸之至 是啊 是啊 太好了 数年谋一面 言思琪实在有负大家的厚望 深感惭愧啊 哎呀 哪里哪里啊 哪里啊 请坐 请 来 请坐 好 老朽能在有生之年又见阎老板 如果阎老板再晚来一些时日 巴达维亚华商会馆能否存在 老朽是否主持也很难说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西洋人占据了澎湖雨 在巴达维亚的华商同仁都很气愤 一再找到东印度公司交涉 要求他们停止侵犯大明疆土的心境 但是他们的态度强硬得很 根本无视窝动奋恺的心情 还以武力镇压降危险 哎 国家不强大 在海外游子多受欺误 哎 不过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澎湖雨的问题 有望在近几天内彻底解决 这也好 那样就太好了 是真的吗 这可太好了 实不相瞒 北港双帮自己的商丁队伍 已经具备了单独抗航 东印度公司远征舰队的能力 当然了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和平解决问题 最好不要发生无力行为 和平解决 这真是过去 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澎湖雨的问题一解决 我们这些海外游子 又可以扬眉吐气了 是啊 可以扬眉吐气了 这次承蒙诸位同乡 和海外客商的青睐 货物已经销售一空 在下明日就要返航 记得有的朋友还没有拿到货 的确有些遗憾 不过我在想 如果各位能够绕过东印度公司 跟我方单独签订合约的话 我们会尽快把货物运到这里来 大家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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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啊 好啊 好啊 绕过洋人直接交易 会给我们这些海外华商 带来莫大实惠 老朽愿意带头与颜老板签署契约 预付订金 我也愿意签署契约 我也愿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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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诸位同乡群起响应 颜某人感激不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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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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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英啊 嗯 再过几个时辰 夜半朝平 你就该回北岗老名了 好 好 好 我和张将军 来啊 小鱼 还有阿青 在澎湖雨 还要多待一段时雨 以防止西洋人卷土重来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北岗吗 三百万两银子的欠债压在我的肩上 我得抓紧时间啊 可是北岗商帮上上下下不都在帮你吗 正因为大家都在帮我 所以我才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你还要去越岗码头 去帮助红字号吗 现在越岗码头的秩序还算满定 所以 我不用急着回去 七姑 咱们马上就要离开巴达维亚了 可是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所以不能陪你回北岗了 你要干什么 你真的要去日本贸易吗 取得对日本贸易代理权 当然要争取 可是这事一时半刻很难弄 现在呢 又有西洋人从中作梗 这事恐怕更不好办 那你 我们收的定金 交易所得的银两 加起来 有一百五十万两 另外林老板他们在马尼拉 江公子在越岗 总共合起来也该有一百多万两 那也才凑了两百五十万两 至少还差五十万两 在大陆的秘密码头藏着我的老家底 五十万两只多不少 北岗商帮的银子都是血汗换来的 我怎么忍心拿去充当税业 那三百万两 是我在皇上面前拍的胸脯 自己 必须想尽办法来兑现的 怎么 你不愿接受我爹的一番好意 帮主完全出于道义 想帮我闯过一关 只是让老人家 背偿风涛实在是 于心不忍欠他这么大的人情 我不知 以后该怎么补偿他 我爹为你做事特别心甘情愿 就连我这 亲生女儿都有点妒忌呢 海盈儿 我前帮主太多太多 所以 我时时在鞭促着自己 要用好手中的权力 一直往前走下去 我会记住你今晚说的话 作为开进通海的代价 小田远向皇上拍了胸脯 不 我不能眼看着 他被高松老贼捏住 不能眼看着 已经开放的码头再被关掉 我要把这些银子 献急秘密运到京师 送到皇上面前 侯爷就可以缓解压力 这是萧天远的主意吗 这件事除了你我 连海鹰都不知道 哎呀 老家底都豁出去了 大哥 你到底图什么呢 哎呀 还是那句话 为了海鹰 为了北港商帮 为了一片波涛 别说是百十万两银子 就是赔上我这条老命 也是值得的 呗呗呗 不就是这么些破银子 值得你这样赌咒发誓的吗 现在海境好不容易开了 萧天远在海上站住了脚 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头 我可是还没活够呢 好了好了 我不会信口打个比方 看你紧张的样子 公公 熊义鹏到了 卑职叩见公公千岁 公公突然召见 卑职仓促来迟 还请公公恕罪 听说弘济大货战开张以来 进行得很顺利 啊 还好 就是那些中外客商 只尝试着小额交易 进账税银总共多少 这个 详情还不得而知 是谁在掌控税收事宜啊 完全是由红字号全权代理 你催问过吗 我催问过 他们说等到庆功盘点之日 肯定会给公公一个惊喜 那些税银都是朝廷的 你千万别动什么歪脑筋 哦 卑职万万不敢 量你也不敢 岳海山庄装修之事 也该有个结果了吧 其他事项都已经完全竣工了 现在就差这个门上的一块牌匾 哦 好 又想让咱家献丑了是吗 您看这个画龙点睛之笔啊 非公公莫属啊 好 咱家今天心情不错 索性就再献一回丑 以末此后 是 谢公公 只是 我仍不明白 这样重要的事情 你非要自己亲自去一趟不可 如果我跟你一起去京城的话 这件事情不是更有把握一些吗 你跟我一起去 那谁来迷惑人 谁来做后面的事呢 迷惑人 迷惑谁啊 还有什么事啊 返航途中 很有可能会遭遇刘虎仪打劫 我们现在 虽然是有了上钉和火器 可还得有一个主心骨吧 再说 隐藏在北岗商帮内部多年的奸细 没有一个适当的时机 他能自己跳出来吗 菲尔南将军 他们来了 请他们进来吧 二位 请进吧 请 尊贵的将军阁下 大明北岗商帮副帮主谢长风 向您致敬 吉义商行主事林承义 十分感谢您的会见 请坐 大哥 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 从这里直接去大陆的西路航线 海流十分的复杂 侧风行传要格外谨慎 当心身体 我会的 倒是你呀 回去以后 无论大家怎样挤兑 你都要咬牙挺住 不可透露口风 还得防备那个内奸 否则 他总会给你下狠手 你放心吧 我冯姬姑什么事情 没有经历过 用你帮海颜看住北岗 我外出个一年半载都安心 大哥你就甭婆婆妈妈的 交代个没完 毕竟我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了 好 大哥 快点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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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的建议 想得到二位的认同 不知道将军阁下 是什么建议啊 贵国把东印度公司 赶出澎湖雨 这对大明大陆 北港商帮 与马尼拉之间的 热熟商路 不再构成知名威胁 所以我建议贵方 让我的无敌舰队 进驻敌方天然两岗 这样一来 谁都不再觊觎此地 也便与大明大陆 和贵商帮 与我们长期通商 这 费尔南将军 你怎么会有 这样荒谬的想法 这不可能 将军阁下 李老板 李老板 将军阁下的建议 可能是个不错的设想 只是怕由此 引起新的误会啊 不会 北港商帮和马尼拉之间 存在着长期友好的 贸易关系 再说 萧天远和凯丽辛之间 也存在着超乎寻常的 深厚情谊 所以 误会并不存在 贸易交往 与你的建议性质完全不同 个人之间的情谊 不能超越理智 就是人家不误会 我们也不能那样做 我是在 我是在为马尼拉寻找出路 凯丽辛 将军阁下 我郑重提醒您 收回这个建议 好了 凯丽辛小姐 或许将军这个建议 对双方都有利可图 我想 才几天呐 这里都有很多事情 你还不明白 可我是大明朝廷的子民 我不能见利妄议 黑了心肝 你 非尔南将军 凯丽辛小姐 我还有事要做 告辞 林老板 林老伯 林老伯 将军阁下 他就这脾气 请多原谅 林老伯 林老伯请等一下 很抱歉凯丽辛 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不能容忍 这种非商业领域的 卑劣教育 林老伯 我是站在您这一边的 希望如此 告辞 谢副帮主 是里是里啊 承蒙林管主给面子 如约光临 而我这个妖人之人 却被琐事缠身 反倒姗姗来迟 真是抱歉的很 大家都是熟人 客气什么 请 好 谢副帮主 今天如此破费 不知道有何见叫啊 好 来 咱们边吃边说 来来来 好 好好好 请 好 实不相瞒啊 我谢某人有要事相求 谢副帮主 只要是老夫能办到的请说 我要另立门户 我已经决定 离开北港商邦 在马尼拉留下来 烦请 林管主 以及华盛同仁们 帮扶一把 多多关照啊 谢副帮主 烟下北港商邦的势头 如日中天 像您这样一把经商的好手 而且盐帮主 对您又是如此器重 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为什么现在你要激流勇推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了 我一决 这次我 不打算走了 四海生意大家做 都是相立相亲的 谁有了难处 都敢帮忙 如果谢副帮主 执意要留下来 那就试试看吧 多谢林管主 多谢管主 来 请 来 来 来 谢副帮主 如此说来 我就不打扰了 告辞 好 告辞 多谢林管主 告辞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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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千万别误会 我这次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做生意 是被严思奇应声指派的 你对我们的承诺呢 我也在不断地向你们通风报信 透露北港商帮的动向嘛 可是我们被赶出了澎湖雨 全都因为事先 你并没有向我们报告 我也被他们整个蒙在鼓里 你真不知该死的严海鹰 会率领北港商丁 跟我们来作对 我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原因造成的 公司的损失 你要来负责 不 布鲁麦先生 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你不能全怪在我身上啊 我不怪你知不知道 我告诉你 不但公司的责任你要负 远征监队责任你也要负 你必须给我们一个好方案 赫伦宁更好 不能老是游魂一样飘降在海上 好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你们的船队先不要急着回八大维亚 这就在闽台一带寒玉 等我的消息好了 我告诉你 我的宽容是有限度的 记住 这次千万别再令我们失望 否则 那我就把你的嘴脸揭露出来给萧天远 和严思齐看看 李老伯 李老伯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好像是有人要对你下毒手 会是什么人要害您呢 可能是 恨我的人吧 在马尼拉 不能为您提供安全的住所 我真的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 孩子 反正再过几个时辰 我就该登船返航了 你已经决定 跟我的船去越岗了吗 当然 我要去找江 我要得到他的帮助 好 孩子 这就对了 到屋里坐会吧 好的 无贼婆老无归 万万想不到咱们会在这里等他们 正所谓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更何况 严思齐和他的老情人 跑到南洋各地去风流快活 一定是满载而归 属于防范 那咱们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黑子 叫他们加快 兄弟们 加快速度 是 冯保重 前面出现一艘船 看样子来者不善 告诉后面的船 绕道先行我们迎上去 是 他们不是来了三条船吗 咱们直接一条 是啊 离港的时候还是三条船呢 会不会临时改变航线了 好了 别管它是一条船还是三条船 只要能活捉严思齐 其余的不在乎 等他们人船靠近了 全部枪炮一起开火 是 黑子 准备出手 是 开炮 打 火烟 现在怎么办 上道了 撤吧 快走 帮主 刘虎玉逃跑了 追不追 穷寇莫追 先留他一条狗命 咱们船上还有货物 赶路要紧 是 可是 盐帮主他们也没有危险 盐帮主的船上 也有伤钉和火器 不用咱们关顾 传令下去 先返北港 是 满帆行进 先返北港 满帆行进 先返北港 谢叔叔是三路人船中最早凯旋的一路 而且收获不小 真是可喜可贺 我代表留守的人船向谢叔叔道一声辛苦了 不不不 大小姐 张将军 你们赶走了西洋人 收复了澎湖雨 你们才是功劳天大 真正的可喜可贺 真正的辛苦啊 大家辛苦 同喜同贺 我真没看出来 你们留守老营这拨人 居然肩负着这样神秘的重任 怕我都闷过去了 否则的话 我一定留下来 跟你们抢这个大功劳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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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再跟上 七姑 小心一点 七姑 七姑 海英 快点 我爹呢 你爹 我们返航途中 他说要去日本一趟 什么 我爹去日本经商了 嗯 你爹说让我们回来 先不要管他了 这么说 在你的心里 我爹还没有这些货物重要吗 海英 你先别着急 说不定 你爹已经顺利到达了呢 是啊 大小姐 帮主在巴达维亚也不是没有经历过危险 相信他吉人天相 不会有事的 大小姐 你要耐心地等等 小姐 得 又急了 但愿帮助他 不出意外啊 彭帮主 否则的话 可有你好瞧的了 哎 你怎么还赖上我了呢 没有 没有 我老觉着帮主他独自去日本做生意这事儿 有些蹊跷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不像我爹一贯的性格呀 是啊 你看啊 沿吊一岛一线 海流复杂 特别不易行传 前年我随帮主到了那一带直蒙门 哦 大小姐 咱不能让帮主去冒这份危险 对吧 西叔叔 老营的事 您先帮我关照着 你 怎么 您是要心自去基因帮助 我爹的事别人可以不管 可是我必须得管 那大小姐自己也要当心呐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马上就走 好 大小姐 我去帮你准备船只 小姐 张将军阿清率领大队人船到海上巡察去了 说是要密切关注西洋人的动向 防止他们卷土重来 那小鱼呢 正在给冯七姑接风呢 外人一到关键时刻 还是接不上地啊 好 我们先去越岗 不去日本啊 听听侯爷 有何高见再说 开丽心小姐 你对铺面还满意吧 谢谢 我十分满意 是啊 十传货物一百万两白银 的确是个令人振奋的大计划 开丽心小姐请你坐下 有些事情我还是要和你说一下 姜 你有什么事 我能够保证这十传货物品质一流 价格公道 只是我没有办法尽其兑现 那当然 那样大量的货物 采购起来需要时间 可是 我需要你 提前支付给我货款 你是说 你是说把一百万两白银 先付给你 对 姜 你能告诉我理由吗 凯丽心小姐 你也知道 有的时候 可能一文钱会难倒英雄汉 我之所以要你们提前支付这样一笔 巨额的货款 这也是经过再三考虑的 我只能告诉你 这笔货款的特殊用途 正是为了让月港 目前的繁荣局面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 请你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 可是我不敢保证菲尔南将军 还有我的那些同事们也都相信你 是啊 这的确 是有些强人所难 所以大家只能保证若留下的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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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